公元1406年 明城组朱棣下诏 迎建紫禁城 一座伟大的宫殿 由此诞生 这座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的 以木结构为主的 古代宫殿建筑群 在它建造和修缮的过程中 形成了一套完整的 具有严格形制的 传统宫殿建筑施工技艺 被称为官室古建筑营造技艺 瓦木扎实土 油漆彩画壶 土座 石座 搭材座 木座 瓦座 油座 彩画座 表壶座 他们构成了紫禁城银扇中 最重要的部分 这八项技艺 行内俗称八大桌 在紫禁城里 形质可以被触摸 庄严可以被感受 唯有土座 隐匿在世人面前 六百年来 它以历史的纵深 构筑紫禁城的厚度 坚固 耐久 稳定 是承载连绵变域 重要的根基 土座 是紫禁城中 关于台基 地基 等土方工程的营造技艺 紫禁城宫殿地基的 做法极为复杂 需要先将原有的自然土层 全部挖去 然后重新一层层 对地基进行夯住 太和殿下的地基垫层 由一层灰土 一层黏土 一层碎砖 一层卵石 反复交替而成 其中最重要的灰土层 以石灰和黄土 按一定比例配置而成 俗称三合土 这种灰土坚硬密实 既可以更好地防止 建筑基础均离下沉 又能将建筑与自然土壤 有效地隔开 对建筑防潮十分有利 土座中 灰土层的营造 按木夯夯底尺寸的不同 分为小夯灰土和大夯灰土 两种做法 紫禁城宫殿地基 多用工艺更为复杂的小夯灰土做法 首先将开挖的基础 用握打三遍后 虚铺一层灰土 并用双脚在灰土上踩一至两遍 这叫纳虚 之后用拐子在虚土上打眼 使土层中布满多而密的流星管眼 再铺一层灰土 挨刺踏平 待两次铺的灰土厚度达到七寸厚 用焊夯杆打四遍 这样灰土便会在更高的压力下 趋于密室 焊夯之后的工序是落水 就是将水泼在夯好的灰土上 把灰土阴湿 落水后 在灰土上撒一层白灰渣或砖灰渣 等灰渣吸收水汽 起平夯一遍 行高夯一遍 打灯皮夯一次 再打玄夯一至三次 打夯后还要在灰土上泼糯米汁 糯米的粘性便会将灰土牢牢地粘在一起 使土层获得很好的整体性和柔韧性 最后再打两遍大卧 大卧成活 灰土注食浸透之后 体积膨胀再夯时 质地就变得致密而易坚 形成宫殿坚实的基础 紫禁城从明代建成至今 没有因地面雨水的浸泡而下沉 也没有因为冬天的冰冷而变形 历经多次地震 仍完整流存至今 用挖 夯 田 筑记忆所筑成的地基 坚固耐久 厚而在雨 静静地聆听着后来者的足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